李莫雷啊他的一些不当言论呢 具体说了什么 这个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查看一下啊 总而言之呢 今天我看到这段新闻之后 第一感受 首先是警压 然后呢有点愤怒 再之后呢就感觉 似乎说我得确定一下 到底说具体有没有这个新闻呢 是不是个假消息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直观感受呢 因为匪夷所思啊 这东西有点不可思议 因为我们清楚啊 火箭队 这是一直跟中国 球迷群体之间 建立紧密联系的一支NBA球队 NBA本身呢 在中国就生耕多年 尤其是火箭队 那在这个中国 那可以说 你不能说啊 我不了解中国国情 我不了解具体情况 我一个不小心 我说出了错话 你很难说 以这种理由去解释 因此呢 我看到这段新闻之后 我首先第一想到的 我得确认一下 到底有没有这么回事 开完之后 确实有这么回事 那就让人感觉 这是非常气愤了 而且呢 之后啊 就这样一种后续的处理 我感觉 给我的印象是 火箭队整体工官 你可以说的很差 再或者说呢 是不是说这支球队 这个真正的管理层 包括老板在内呢 目前来看啊 这样一种处理 并不是很及时 是发表了一个声明 但是我感觉 这个声明呢 它的力度 根本不够 以这个NBA火箭队 他们 经营这样一种 这个体育市场 以他们的了解 我相信啊 不难分辨 就这个事件的严重程度 你这种事 一旦出了之后 那你不需要 有任何犹豫 因为什么 这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了 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情况之下呢 最合理的做法 最应该的做法 就是第一时间 直接解雇 应该是反应过来之后 第一时间 直接解雇 因为你这东西 你拖下去 没有任何好处 一旦说拖下去 你别说是 这个一直拖了 你就算是往后拖个 一天两天 他都会给球迷 对这支球队的感情 造成难以弥合的 这样一种割裂 为什么 你这已经出了 这种事 一看这就是 绝对底线级别的 不能触碰的 你现在还不赶紧处理 你拖个一两天再处理 那似乎说呢 就是受迫于外界的 整个环境压力 好像说不得已 做出的决定 那这给球迷的感受 给中国广大 长期支持火箭队的 球迷的感受 那就非常不爽了 因此呢 这个事 我感觉目前为止 还没有具体的 这样一种 这个严肃的处理方案 这都有点不太应该 就像这种感受了 我感觉到这个严肃的感受 我感觉到这个严肃的感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